應該是差不多這樣子 視頻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點一下訂閱喔 姊姊 準備好了嗎 你今天不是要煮飯給全家人吃嗎 我沒有這樣講過 你忘記了嗎 我幫你回顧一下 在上個星期的某一天 有一個漂亮可愛溫柔的妹妹 在煮飯給自己吃 她的媽媽路過了說 哇 妹妹好厲害 還會自己煮飯 而她毫無猜娃 好說老做老婆就沒有用的姐姐就說 錢有什麼厲害的 我也會餵 妹妹說 這樣下次你來煮給我們看囉 姐姐說 好了 怎麼容易 所以就這樣 有了今天這個視頻 所以什麼日不如什麼日 不如至今日 剛好今天我們全部都在家裡 我們每天每天都在家裡玩 我已經給你一個星期多的時間準備了 嗯 OK啊 我今天就來證明一下 我 17 一定 是可以煮飯的 而且還煮得比你好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宣布 今天我要煮晚餐 要煮晚餐 笑死我了 爸爸早點知道她很潑冷水的耶 我要做晚餐有什麼奇奇怪的 我給妹妹都不會煮的 我來煮晚餐 你們就給我等著OK 棒屁耶 這樣外賣還差不多 你是 我支持 你支持我是不是 剛剛你笑最大聲的 不用啦 你這樣要寫一下就會啦 对咯!妈咪不是也不会咯! 哦! 谁点啊! 我还会点咯! 你爸爸妈咪会煮吗? 不会啦! 跟你一样啦! 好像没有煮! 三个都是! ok啊!所以今天不管我煮什么 你都ok对吗? 对啊!只要你煮的东西就很好吃了! 你也虚伪啦! 不要话放上网啦! 不会啦! 骂人啦! ok! 怎么你这样像我? 我那里像你啦! 他们越是瞧不起我! 我越是要成功! 首先!一支笔!一个笔记本! 写出我需要的材料! 重点是要做什么好呢? 妹妹! I don't know why too cool! 还没啥米婷! 我没有啥米婷! 我没有啥米婷! 我真的不懂它是自己煮还是我煮! Oh my god! 太不了了!太重了! OK!所以我们现在到家了!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 买菜会会花这么多时间! 所以现在就是处于比较慌张的那种感觉! 因为已经错过了那个吃晚餐的时间啦! 快点快点快点!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食材! 你也要煮食吗? Maria! 谢谢! 你肯定吗? 我烹饭很棒! 你肯定爱我吗? 所以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开火嘛! OK! 然后先把火开到最大! 我有点心虚!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等水滚之前先去切一些洋葱跟蒜! 我会!我会!我会! OK! 油切掉对吧! 菜应该是这样吧! OK!这样吃! 然后就要切一下蒜! 我很想吼! 叫你滚开了!我来做! Excuse me!我做得很好喔! 你要鼓励我吼! 我是第一次下吃! 加油!加油!加油! 我对你有信心! 好像是不应该笑喔! 你的指甲鸭你还敢讲会话喔! OK!现在那水已经滚了! 这个就放了一半进去! 现在要切番茄咯! 番茄切好了! Italian Sausage!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材料! 手指手指手指! 我不会切到手指的啦! 既然是我自己在下厨! 我就要加超多香肠! 节省时间的方法就是要这么切! 为什么要一根一根切呢对不对! 这样切多好! 反正它形状我觉得也不太重要吧! 吃进去肚子都是一个样! 看起来是不是很多很爽的样子! 你们知道一个专业的厨师 要有某standard的那种喔! 才会在料理里面加酒精! 所以呢我会把这个红酒放到我的sauce里面! 哦呀!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全部所有需要的材料! 下厨啦! 只要你有才艺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看这个食谱里面 说需要放多少! 你就是凭着感觉走! 首先先下我们的主角! 蒜跟羊葱放进去! 倒下Tomato sauce! 加点水! 水的话我就凭感觉走温了! 好像加了有点多! 不过不用急它会蒸发! OK?不要慌! 放番茄! 我觉得番茄喔! 这种东西就要煮到很烂! 才会好吃! 所以我会用它煮得比较久一点! I feel like a pro! 白糖! 1.5匙! 这个不是茶匙! I know! 我都摆倒了! 我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子! 喔!已经放这么多了! OK!茶匙! 茶匙! 太好吃了! 再加一些番茄酱! 大概大概就可以了! 喔喔喔喔! 我觉得这道菜一定会进A班! 现在我们要导入我超期待的就是红酒! 虽然我不喝酒! 但是我超喜欢有带酒的食谱! 现在呢我就是要把它盖上! 让它浸泡一下子! QQ坦坦的意大利面! 配上浓郁的特制意大利酱汁! 经过新厨师的巧手和细心烹饪! 淋上满满的爱意! 加上一颗真挚的心! 我们这一道! 约居一个金米绝论三位旧家促成乌华之超好吃! 超约米超特别意大利面! 就这样!完成啦! 妈咪! 来吃啦! 出去吃啊! 我现在压力有点大! 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 我可能要跟他们断绝亲子关系! 我坐那边! 哎呦! 我会吃了耶! 宝贝!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OK! Because I just saw you how it's like! 开张开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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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拼! 没有一拼怎么吃! 好! 不错! 我觉得很好吃耶! 去打包好了!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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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吊起来大屁股! 我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了! 应该是不错啦! 加两个加! 我要看那个酒店! 阿咪! 我觉得这个酸鱼酷一点! 反! 我觉得还是not bad! 我最喜欢吃这个的啦! 嗯! 不错啦! 不错啦! 我心里想说 等一下都会不好吃我啊! 就快说明了! Mara,你来来! 你告诉大家大家什么! Nice! Good! Yeah! You see! 十分打十分! 不错啦! 爸翻了啦! 好脸的! 我... 一分一分! 爸爸不会吃意大利面的! 一下来我都不行! 我已经决定啦! 妈咪你不要再劝我! 我的心里已决! 不错啦! 不是! 跟他的断绝铺呢! 我觉得... 想要滚饭! 他第一次下厨所以... 已经很不错啦! 其实很好! 真的很好! 我的估计没有这样高欸! 想不到喔! 还是很好吃! 妈咪! 你再夸张一点! 你知道他就会讲你虚伪了! 所以... 感觉如何? 虽然说我一直都知道煮饭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今生体验到之后我就真的觉得... 这感情... 不知道我犹豫 不知道我考虑 不知道我爱过你... 实际上不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如果让你给自己答分数... 你可以答多少? 8! 这8分是完完全全建立在才华 谁比较会煮饭? 我还是你 你就是要让我讲你而已 没有! 你是9分! 1分才华7分努力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像... 哎呀千辛小姐我就没有煮过饭 但是我是真的不喜欢煮饭的一个人 我不喜欢做那种很需要做很多细节的那种 就算我也是一个人住的话 我也是那种天天叫外卖或者是... 请人来帮我下厨的那种人 不然就是请妹妹来帮你下厨对吧? 我都讲一个人住来的contact 哦 ok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去煮饭给全家人吃 那一定要是爸爸妈妈骂我 我就会把今天拿出来讲 我曾经花了几个小时 弄一顿饭给你们吃 你就是说我不消失你 他应该拿出来骂我 在结束这个视频之前 我再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相信我爸爸说的话 我还是没有男朋友 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要交一个贤慧会煮菜的女朋友的话 可以email到这个网址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等一下 How will you read it? I thought you said it really? Just say it 真的蛮不错我觉得 就是很像... 好快乐喔 如果你们喜欢看像这种日常的视频 记得点个赞 让我们知道 转发给你的朋友看 还有订阅我们 发小银带打开车 有没有发视频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还有关注我们Instagram 接下来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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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